大世界小知識 大家好, 我是Kimi媽咪 我是LingLing姐姐 我是Carmen姐姐 今天我要用幾條問題 考考大家對世界上不同事物 和事件的認識 好, 讓我先說說點話 首先你們要分成兩組 然後各排一個組員到魚池旁邊 然後我就會問問題 而每一條問題 有三個答案讓你們選擇 分別有三文魚壽司、玉子壽司 以及蝦壽司的 我問完問題之後 在魚池旁邊的組員 就要用你們手上的魚肝 吊花相應的壽司上來 然後把壽司放在你們所選擇的火車上 看看你們哪一組的火車 最快到達終點 而表演得好 還有機會到我們的波波池裡拿禮物 歡迎你們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中文名叫陳可欣 英文名叫Grace, 今年十歲 我中文名叫陳可欣 我英文名叫Joyce, 今年六歲 我中文名叫黃正健 英文名叫Guston, 今年九歲 我叫黃家健 英文名叫Motion, 今年七歲 是, 歡迎各位 好,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不如先問問你們 你們認識什麼料理的呢? 恐獎 恐獎 很漂亮的, 恐獎 對 你呢? 蜂蜊 小小的 對, 到你們了 有什麼料理? 鷹毛 鷹毛吃嗎? 學人說話的 你呢? 貓頭鷹 貓頭鷹的頭鑽的幅度可以很大 對,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 有沒有聽過鷹鳥呢? 有沒有? 有 有… 那就對了 其實鷹鳥是一種 體型很大的鳥類 今天我們了解一下它的小知識 好, 你們各派一個組員 去到魚池旁邊的準備 出發… 好, 立刻開始問問題了 問題就是鷹鳥主要是吃什麼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海洋生物 肉籽壽司代表 植物和水果 蝦壽司代表 麵包? 好, 我們一起想一想 想好我們就… 3、2、1 請選擇 是, 開始了 很飽 太飽了 有了一個肉籽 我們去收拾吧, 出發 好, 出發 飛走了, 你到這邊 一邊選擇吃麵包 一邊選擇吃植物和水果 問問他們為何會選擇這個答案 我覺得鷹鳥不一定是吃海洋生物 或者水果食物 所以我就選擇麵包 好, 到你們了 你們選擇了植物和水果 為何會選擇這個答案 因為鷹鳥是陸地生物 不會吃海洋生物 還有我覺得鷹鳥身處的地方 是沒有麵包食的 對, 也分析得不錯 我們一起看看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答案是什麼 蝦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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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玉子壽司代表的植物和水果 好, 厲害 接著的問題是 遇到危險的時候 �鷹鳥會用什麼方法去保護自己呢 三棱魚壽司代表 隱藏自己 玉子壽司代表 避上天空 蝦壽司代表 快速跑走 好, 我們一起想一想 想好我們就三、二、一 請選擇 開始吧, 你選擇吧 你們會選什麼答案嗎? 是不是已經很有目標了? 好, 可以了… 要什麼? 好 對了, 蝦壽司 加油… 選擇房車 慢慢出來 選擇房車… 看看你會想選哪個 好, 快點… 快點… 好, 出發… 兩邊都是選擇了一樣的答案 都是選擇快速跑走 好, 看看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答案 為什麼? 因為鴕鳥的腳很長, 跑得快點 對, 腳很長, 應該跑得很快 對, 你的觀察能力很好 對 到這邊, 你們選擇了一樣的答案 就是快速逃走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答案? 因為我電視上看過鴕鳥跑得很快 電視上看過很快的跑得 為什麼你覺得它不會飛上天? 你不是陪你去坐嗎? 對, 太蟲未必飛得到天上 對, 可能一飛不動 就這樣就這樣 我們一起看看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可以叫你們的答案 蝦壽司… 蝦壽司… 好棒, 大家都答對了 好棒, 恭喜你 謝謝… 接下來的問題是 我們會用鴕鳥心態形容一個人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好奇心強 肉籽壽司代表 逃避問題 蝦壽司代表 喜歡吃東西 好, 我們一起想一想 想好我們 3、2、1 請選擇 鴕鳥心態就是形容鴕鳥 經常把頭埋在泥土裡 你想要什麼? 你們也可以想一想 蝦壽司… 好, 先頂一頂 出發… 得到了, 蝦壽司 好 好 這輛火車, 出發 兩邊的答案都不一樣 一邊選擇喜歡吃東西 一邊選擇好奇心強 好, 問問你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答案 可能鴕鳥想知道泥土裡有什麼 所以就把頭塞進去 看看裡面有什麼 好, 到你們了 你們選擇了喜歡吃東西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答案呢 因為我覺得 當鴕鳥烏過頭 他們有時候想找食物 你覺得泥土裡會找到什麼食物? 植物 即是草的嗎? 是 很合理 那我們一起看看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三文魚壽司… 三文魚壽司… 答案是玉子壽司代表的逃避問題 雖然大家都答錯 但我們就學到新知識了 還有大家表現其實很好 所以不如我們現在就去波波馳道 拿禮物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準備好, 我們就一起… 好, 你們拿了很多禮物 開心嗎? 開心… 好, 我們現在回去吧 很開心 對 現在就由Kimi和媽媽跟大家說 關於鴕鳥的小知識 鴕鳥是世界上其中一種最大的鳥類 紅杏可以高2.7米 他們平時主要是吃植物和水果 而且他們跑得很快 時速可以高達每小時70公里 遇到危險也可以快速地逃跑 也有人曾經見過鴕鳥 好像將頭埋進泥土裡 覺得他們應該用這個方法 去逃避敵人的追捕 所以之後就用了鴕鳥的心態 去形容人們喜歡逃避問題 以及自欺欺人 有專家就指出 鴕鳥其實是因為它的翅膀退化 就不可以像其他鳥類一樣 飛到樹上捉巢 所以鴕鳥就用頭在地面那裡 挖一些淺檔 就是用來竹炒和敷彈 原來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鴕鳥跑得很快 有沒有小朋友像鴕鳥一樣 是很喜歡跑步的 有 你很喜歡跑步的 那其他小朋友呢? 你們喜歡做什麼運動? 跳繩 跳繩嗎? 你呢? 我爹是跳繩 平時是跟姐姐跳繩嗎? 你們有練習雙人跳繩嗎? 有… 真的有嗎? 即是又跟姐姐一起跳繩 到你了 你喜歡做什麼運動? 游泳 都喜歡游泳 大家都很健康 還有很多運動 好,不如現在休息一會吧 稍後回來有另一個小知識 要考考你們的 稍後見 今天我們來到中環 準備跟小朋友大玩特玩 是呀,今天的書家 Hands up就聯同雲彩行動 舉辦了二手書包回收 之前我們去了學校那裡 進行書包募捐 小朋友的反應也很熱烈 感謝各位的支持 沒錯,今天就是二手書包同學日 我們一起去看看有什麼玩意 Let's go… 好… 你好… 當日我們分享了 之前在學校無捐書包的感受 還進行了捐贈書包的儀式 我們進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送書包儀式 現場還有一些小遊戲 大家都玩得很投入 今天不僅僅我們 Hands up的主持 還有… 你好… 雲獎大人見 大家好… 你好,歡迎你,Fred哥哥 謝謝… 我知道你之前去了山區進行探訪 那次探訪有什麼感受 那時候探訪真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之前支持的小朋友 現在長大了 所以一看到我,就抱著 哇… 很開心 之前我們也去了學校做舞捐 送到很多書包 希望這次這個活動 可以幫到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Fred哥哥表演了幾首歌曲 大家都聽得很陶醉 有希望還有越傳掃 上着了他的風車 廣播了以後 許 超超 揮發掉了 很多很多紀念 聽完歌 是時候和Nutty、Chako和Thomas 一起跳跳舞 強化肩膀 有他們在這裡 大家都跳得很努力 是時候有做運動 心心打擊 舉起左手 舉起右手 Yeah… 手臂向外打開 向外打開 伯伯也飛 飛… 手臂打開上來 一起飛 Yiha 剛才跳舞真的很開心 全小朋友都很興奮 你們又怎樣 別說小朋友很興奮 我也很興奮 平時跳舞只是闖人騙跳 你今天有機會親身和他一起跳 真的很開心 很難忘 是呀 我也是 其實小朋友除了在這裡和我們一起跳 其實回到家裡 都可以一起跳, 不停跳 這樣就可以強化大家的肌肉 好, 記住 記住 當日我們還和各位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鬥快運物品到終點 真的很刺激 又沒有書包在手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把東西掉到地上 就很不方便 紋身爸爸第一個到終點 Christy姐姐走過來 二人三足也不簡單 講求合作 太好了 鈴鈴姐姐也賣了我 首先的遊戲真的很刺激 Carmen姐姐, 我看你玩得很投入 對, 還玩得很緊張 小朋友也很努力 還有, 我覺得這個遊戲也很好 可以讓小朋友感受一下 山區而跟他們上學的時候 他們沒有書包 可能拿著籃子, 背著籃子上學 有時候甚至可能會掉到地上 對, 除了可以讓小朋友親身體驗一下 山區貧困的小朋友 沒有書包上學的辛苦之外 還可以出心出來捐書包給他們 沒錯 捐贈書包不止環保之餘 還可以令小朋友學會 怎樣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希望各位小朋友 也做一個樂於做人的乖母 回到大世界小知識 各位小朋友 我想問你們 你們將來想做甚麼職業 想做甚麼 老師 老師, 那妹妹呢 入柴 很特別 到你們了, 你想做甚麼 我想做科學家 科學家, 那你想研發甚麼 研發一種藥物, 甚麼病都可以治療 這個很棒 我等這個 要等這個 對 好, 到你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想保護人類 保護人類 大家都很有理想 不過原來有些職業 因為各種原因 已經慢慢消失了 今天跟大家了解一種 已經消失的職業 好, 那你們各派一個組員 去到漁池旁邊準備了 出發 出發 好, 馬上開始問問題了 問題就是以下哪種物品 取代了一種過百年的職業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手機 玉子壽司代表 喉鐘 蝦壽司代表 相機 我們一起想想 想好我們3、2、1 請選擇 好, 開始 好, 選什麼? 選手機、喉鐘還是相機 我們取代了一種過百年的職業 好 好, 三文魚壽司 好, 來吧 三文魚壽司 Joyce選了… 我選了… 蝦壽司 這裡, 出發 2、4、3… 三文, 反肚子 對 一邊選了相機 一邊選了手機 為什麼你們會選這個答案?Joyce 現在媽媽經常用手機 他們很少用相機 通常用手機拍照, 是嗎? 是 到這邊了 你們選了手機 為什麼選手機呢? 手機有很多功能 所以它會取代一個職業 也是, 手機有這麼多功能 難免會取代某些職業 對, 就像我們的小助手 對 好, 我們一起看看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什麼? 三文魚壽司… 答案其實是玉子壽司代表的鬧鐘 原來被取代的職業就是敲槍人 他們專門負責叫人起來 他們通常用什麼工具 敲打人家的槍, 叫人起來 三文魚壽司代表 棍子 玉子壽司代表 彈珠 蝦壽司代表 報紙, 我們一起想一想 想好我們就… 3、2、1 請選擇 好, 看你們選什麼 要選什麼壽司 會是用棍子嗎? 彈珠還是報紙的 彈珠就是玉子壽司 玉子壽司 一碟就碟了 很快 加油… 開始了 來… 哪個有車? 好 碟了… 先擺口… 這次答案也不一樣 一邊選了棍子, 一邊選了彈珠 對, 為什麼你們會選棍子? 因為棍子可以控制大小的力度 以及大小的聲音 對, 如果敲得太小的聲音 可能聽不到, 叫不醒人 對, 繼續睡 到你們了, 你們選了彈珠 為什麼選彈珠? 因為我覺得彈珠不會打破玻璃 以及他的聲量可以吵醒到房間裡的人 那我們一起看看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棍子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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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了, 果然喊得大聲一點 就會答對了 厲害 接著的問題是 通常哪些僱主會拼用他們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私人會所 玉子壽司代表 工廠 蝦壽司代表 餐廳 我們一起想一想 想好我們3、2、1 請選擇 請選擇 姐姐的答案是什麼? 什麼? 我要給壽司 蝦壽司 蝦壽司 不是, 叫什麼? 玉子壽司嗎?你想去釣? 是, 再兩次 加油… 玉子… 行了 兩邊都是玉子 玉子壽司, 快點… 很近 開車… 很緊張 很緊張 接著呢, 他們這邊是快一點而已 很厲害 對 好, 而且兩邊都是選出一樣答案 為什麼你們會選工廠? 工廠很大, 很有很多人休息 很多人在裡面休息 為什麼老闆要請這些敲窗人? 因為有些人上班的時候 還沒睡醒 所以就要敲窗… 因為那些人還沒睡醒 還沒開工 所以就等於敲窗 叫醒他們 對嗎? 對…是時候睡醒了 好, 起床工作 睡過了 睡過了 好, 那你們呢? 你們也是選了工廠嗎? 因為工廠的人要早點起床 是否可能他們天都還沒光 就要起床 就要靠一個人敲窗 他們的窗, 起床 那就起床 對, 保保他們不會遲到 是嗎? 好, 我們一起看看答案是什麼 看看會不會一起適合 答案是… 玉子壽司… 大家都答案做, 很厲害 恭喜… 大家表現得很好 不如我們現在去波波池裡 拿禮物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準備好, 我們就一起… Hands up and go 回來… 你們喜歡這份禮物嗎? 喜歡 那我們回去找Kimi和Mamilu 很棒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 沒有鬧鐘的時候 那個世界是怎麼樣 好 聽到鬧鐘響起 起床上學上班 這些是普通不過的都市人生活 但是在沒有鬧鐘的年代 人們又如何準時起床呢? 話說是工業革命開始之後 英國和外爾蘭等地 曾經出現過一種職業 叫做敲窗人 他們通常是工廠聘用 他們負責就是叫工人準時起床上班 只要工人在窗口寫下要幾點起床 那麼敲窗人就會拿支很長的棍子 在你的窗上一直敲打 敲…敲到你起身為止 後來電力和鬧鐘逐漸普及之後 敲窗人的工作也漸漸被淘汰了 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很特別的職業 小朋友也可以多留意 對, 如果你們也想上來 跟我們一起玩 就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報名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